川普儿子接到恐吓黑寒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川普的儿子 艾瑞克·川普 周四晚间接到一封恐吓黑寒 且信里装有诡异的白粉 这封黑寒是从波士顿一间邮局 寄到艾瑞克位于纽约中央公园南路100号豪宅的 艾瑞克的妻子Lara打开信封 却发现信里抱有不明白粉 纽约市警局紧急勤务小组 紧急管理办公室 美国特勤局都被叫到现场 据称信封内的信以手写字机写道 要是你爸爸不退出选战 下一封信就不会是假的了 庶名为X 而信里夹藏的白粉经过检验 发现是柠檬之浓缩粉 美国特勤局目前只保护汤纳川普本人 然而当局为川普全家做了简报 讲解信件应如何妥善处理